2008年 柯文哲到中国大陆参加 叶克摩研讨会 站在他身边的人 肺移植专家陈静瑜 体外循环专家朱德明 以及心肺移植高手廖从仙 但这些人绝大部分 都因为涉及非法器官移植 禁止入境没多 现在有律师更打脸 柯文哲到中国推销叶克摩 不是为了救人 就是说谎啊 像纳粹的医生 没有亲手杀人 也有在战后被判侥刑的 究竟他有没有亲手 去执行这个事情 不是重点吗 话说得很重 甚至秀出柯文哲在 2005年投稿 中国体外循环杂志的文章 里面提到叶克摩 如果用在无心跳器权 将更简单省力 还可以将器官维持在 稳定低温状态 这些优点可以让叶克摩的使用 更物超所值大力推销 他自己的论言 就写得非常清楚 叶克摩临床上的新用途 可是他现在是在救器官 那后面就开始讲备葬移植 还有其他的措施这样子 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 就连柯文哲在台大医学系的 博士论文也可以看出端倪 因为里头开中民意 就写到要尝试拓展叶克摩 未尝试过的新领域 并深入探讨如何应用在 无心跳器权 我觉得道德的摧毁 才是最重要的吧 我们看得很清楚 就是2000年之后 整个中国器官移植的数量 一直往上涨 这是你的贡献 这是你的功劳耶 柯医师 要柯文哲别再闪躲 虽然柯文哲口口声声强调 推广叶克摩到中国大陆 是为了救人 但他自己写过的论文 究竟叶克摩用在何处 白字非字会说话 三日圈黄金城 周凯 台北报道 的统筹 谢谢大家